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往缅甸 在这里军政府从21号开始 展开对民主的血腥镇压 如今已是变本加厉 死亡人数超过了230人 军政府毫无手软的迹象 虽然各国相继介入 东盟也准备下星期 要召开紧急的高峰会 谁在街头跟这些血腥的暴力的军头对抗呢 是一群年龄不足25岁的年轻人 他们拿到一切各种可能的装备 去对抗武装震暴的那种制式装备 拿着他们的血入之躯来对抗枪套 他们靠的唯有一项事情 就是生自由的勇气跟决心 缅甸民众在这样的日子里 已过了整整50天 在枪声中抬着没了意识的同伴逃命狂奔 军队如今已向死神般 对无辜民众拼命追赶 人民拿胆对抗军机的枪 他们用担保的工具筑起防线 没想到后方又筑线 弄起军队 整个国家唯一能听到的声音 就是枪声与火叫 政变至今军方镇压随着民众的抵抗 越来越不设防 暗夜中他们不只被拍到对民众暴力殴打 另一处更夸张 军警在开了好几枪后 竟将死者脱离现场 十四日军政府二度实弹写起镇压后 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 截至十九日已有两百三十五人 遭缅甸安全部的射杀 且光是十六日一天 政变后首度公开喊话的全民盟领导人 誓言绝对会革命到底 与此同时被缅甸民众认定支持暴政的中国 也成为抗争热点 示威者锁定十多家中国投资工厂 纵火泄愤 浓浓黑烟从远方窜上天际 就连晚上就不任务 传出中国大使馆愤怒地 要求政变军出动为室 军方就此开火扩大镇压 更称示威者若在戒严区被捕 就要接受军事审判甚至处决 明知活力部署有明显差距 缅甸示威者仍穷其一切 拖延军警攻势和追捕速度 也开始有了简单的作战情况 他们穿戴简单的防护眼镜 和工地用安全帽 没有活力强大的装备 就连烟火也成了对抗工具 后方的民众拿塑胶带装水 好随时浇袭烟雾在弹头 而当男性用尖头上的沙包 煮起城墙时 女性就采取心理战 缅甸传统认为 男性从女性服势龙击下方走过时会招来厄运 他们便把一件件龙击套在竹竿上挥舞 以这般阵势对抗金方 街头的年轻脸孔多半20岁不到 这群被称为Z世代的核心抗争族群 拥有更多变通和创意 在全球民主浪潮洗礼下 他们说就因没什么再能失去 他们还能更加厉害 只是再坚强的灵魂也敌不过枪林弹雨 生日前两天 19岁少女苗对对凯在首都抗争中 头部重担送医 她的人生也从此典格 情友很难不悲伤 因为去年苗对对凯才送走了 作然离世的父亲 当国与家都充斥黑暗的同时 她却很努力要振奋起来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 家里没了经济支柱后 她开始在杂货店工作 分担佳绩 永远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苗对对凯默默把重考大学的梦想 藏在心里 但令人感叹的是 当课本上的字迹还在 她的人生也被粉碎 苗对对凯的男友回想起事发当天 她担心女友要上街示威 发了封简讯要她回电 却迟迟没有消息 等到再通上话时 为缅甸牺牲的他们 是凭着多大勇气 才能不顾一切上街 更令人心痛的是 他们几乎都有了 为民主殉道的准备 为自己取了英文名 Angel的19岁少女马良屋 总是站在抗争的最前线 3月3日当天 她穿了件黑色T恤 上头写着 为自己和同伴喊话的 一切都会变好的 她还是为伙伴在街头 听到枪声后 集体撤离 没想到下一幕却记录到 她被监方设想的把握 现场示威者见状 赶紧骑机车降话送医 但痛彻心扉的哭泣声 却印证了她早预料到的悲剧 2月28日 她在自己脸书 PO出最后一篇讯息 预告自己若真的牺牲了 也要尽一切可能 再为同胞做些什么 讽刺的是去年11月 她才PO出被墨水染上色的手指 笑着表达手投足的兴奋 当政变开始后没几天 敌不过独生女的坚持 理发师的爸爸为她系上 象征平安的红丝带后 Angel说了声谢谢 接着出门 但这些事本不该出现在她的身上 过去的Angel爱打扮也拥有一身好武艺 在曼德勒担任舞者之外 她还是位跆拳道好手 这般平凡却在政变后成为奢侈 她参与最后一场抗争的身影 也被Z世代的伙伴 创作成各种象征文宣 让这位天使守护缅甸的民主 而抗争前线最写实 业最残忍的勇敢 则透过他们的努力传递给全球 漆黑成一变 这里曾是草杂的新闻办公室 为何只剩一人留守 现在我们要等待 我们要等待 我们要等待 他们没有提供我们 他们只能够禁止我们的组织 突然间办公室门外传来开门的声音 摄影记者吓得着眼互躲藏 才发现来访的不是军警 是如今在缅甸DVB电视台 担任资深记者的老同业 为了采访的安全考量 他建议记者尽快离开办公室 我们已经在设计时 我们已经在设计时 现在我们在设计时 只有在网友、网友、网友、网友 我们在设计时 在缅甸中 我们在缅甸中 如果在缅甸中 我们希望隔离了 所以我们在宣甸中 我们现在都已经移到一些 的重要工具 在缅甸中 在缅甸有20年历史的DVB电视台 因时常报导外经当局审查的内容 在缅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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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0年历史的DVB电视台 因此自抗爭開始 他們就習慣在箱形車內拍攝現場 以便隨時移動 並捕捉更細步的抗爭訊號 當前方車輛開始放出象徵全民萌的紅色氣球時 記者不過一會兒已不實現 在政府要媒體閉嘴的嚴峻時期 他們更堅持自己的使命 因此幾天過後 當記者在碰上老朋友時 場景是對他們更合理的人群里 你看看這 這是一種肯定性的 古老和年齡的肯定性 說不定是民萌的肯定性 所以我認為這是在巴默的歷史上最大的 在最初的一種肯定性 街頭的他們以微小卻團結的力量 對抗猛女虎的暴力 這是Z世代被逼出的底氣 是民變健康的爭議 政變50天後 當人民決心用無價生命 換無價民主時 血腥暴力衝突 確定變得對抗猛